這個羽毛球是一個磁拍運動 我感覺到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的握柄 握柄有分為上下左右四個面 它不是圓形的 是一個大概是六角長方形 是不是 有大概四個大面 以我的體會就是說 食指 拇指是來控制你正反拍 的一個發力的很重要的依據 另外這三個手指頭 中指 無名指 小指 是在幫助你食指 拇指在用力的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假設我們今天在用打正拍的時候 我們是用食指扣住握柄的右邊 拇指 拇指目前 譬如我們預備的時候 拇指是扣住左邊 這個 上下左右 食指中間這一節 扣住右邊這個 然後拇指一般準備的時候 就扣住左邊 一臂動作是這個樣子 我認為是這樣子 在於你在左右正拍反拍 再做任何的一個轉變動作 會來得很迅速 比較快一點 如果說有的人在打球的時候 正拍反拍它需要轉球拍 轉得很多 轉得很多其實在比賽當中 可能很多對速度快的球來不及反應 所以我認為握拍來 持拍運動來講 我認為就是說 你把食指扣住右邊 食指中間這一節扣住右邊 握柄的右邊 握柄的右邊 然後拇指扣住左邊 一臂動作是拿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三個手指頭是幫 輕微扣住 然後中間我們的手掌心 千萬不要緊扣住球拍 然後中間一定要有點空隙 握拍握得很輕鬆 你要說就像那個抓小鳥一樣 你抓不能把它捏死 也不能讓它放走 握拍的感覺要握得很輕鬆 就是說你這個握拍要很輕鬆 中間有點空隙 你所有的發力都是在五個手指頭上 記住手握拍的感覺 都在五個手指頭上 感覺上不是滿把抓 滿把抓就很不靈活了 盡量不要去轉拍面轉太多 轉得越多你的手法越不靈活 這是持拍的感覺 把我們長久重心完全落在右腳 是不是這個腳完全可以懸空的 不需要緊踩住地板 拉開拉拍 那揮拍 左手在平衡的樣子 拉開 拉弓動作 右手拉弓 左手指著前面 這是一個 不管是你要打長球 你要打切球 你要打殺球 後場球的動作 基本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在初級來講 要好好的要求小朋友 初學者 這動作好好做好 拉弓動作 左手在平衡 右手很自然拉開 我也看過很多教練在教學 把這個 當拉拍的時候 他把它怎麼做 把球拍先引到後面來 做這樣的動作 要打球 動作先把它做死了 打球 這個我們的 手在揮拍的感覺 就像馬邊一樣有沒有 有彈性的 甩 這種感覺 打長球也是一樣 就拉開 揮拍 這個動作 拉拍 揮拍 在打長球 一定要側身扭腰動作 動作要做的協調 好 他這小朋友做得很好 就是說你看 他打完長球 他回味的動作 節奏感要做得非常好 要做得非常好 他現在目前是二年級 其實在打球當中 沒有那麼多時間 讓你步伐移動那麼多 那麼多的步伐 一般都是兩步 左腳一小步 右腳一大步 來擊球 因為打球你是要 需要經過球出來之後 你判斷到球移位 對這個時間是非常的短 除非是一個發高球 對方發高球給你 那個球很高很長 很多時間你要怎麼跑 沒人管你的 就很簡單 那個不是我們平常 所要訓練的腳步 所以我們平常 所要訓練的腳步 是在比賽當中 我們常常 每次要需要很 常常用到的腳步 常常會打不到的腳步 是我們平常訓練 最主要的步伐是在哪裡 從中間如何退後 從中間如何上前 在打任何球 它有一個所謂的節奏感 所以我們在步伐上 步伐上最重要的步伐是 是什麼 是所謂的節奏感 步伐 如果打球 你看這球員在打 沒有節奏感 跟著跟球 欸 球怎麼跑 他跑的方式跟球 在飛行的速度 都配合不上 就像人家唱歌的人 他沒有音感 看起來 聽起來就很難聽 那如果打球 沒有節奏感 看起來就跑起來 就很 你看起來就很不舒服 就是他腳步上 有問題 所以腳步來講 從小我們在訓練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 很重要一點 要注意到 打球準備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 我現在講的是練 在比賽的腳步 接發球是一般 我們就是左腳在前 右腳在後 這叫只有接發球使用 平常我們在對打 或是在移位當中 我們步伐盡可能的 我們把它練習到說 右腳微微在前 左腳微微在後 可是腳步的重點在哪裡 任何的 任何的一個動作 我們假設我們在中間 任何一個動作 比如說 都是從這裡起步 這是一個起點 我們要把它認為 在練習 我們在練腳步 要把這中心點 當成是一個起點 不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最重要 回味起點 回味起點 這是我們最常用到一個 中間準備一個腳的動作 準備動作 要非常注意到中間這裡 很多人打球 為什麼沒有節奏感 打球很死 腳步都不動的 比如說 我們在打球 當對方要打球的時候 我們不是 不是這麼樣的死板 這叫太死 這腳不太死 當對方擊球 不管他任何位置擊球 我們應該怎麼做 對方只要擊球那一剎那 很重要一點 節奏感是要 你的腳要輕跳 輕跳 輕跳 要配合擊球點 那一剎那 你要訓練小朋友 來做這個動作 輕跳 一打 他一打後面 我就退右打 好 好 對方他一切球 啪 你就可以很 很快的上來 這輕跳 這個動作是 所有我認為腳步裡面 非常重要 這個關鍵 這個輕跳動作 這輕跳的動作 一定要完全要配合 對方擊球那一剎那 對方還沒出手之前 你不能把重心 往前移 或往後移 如果說你有往前移 往後移的習慣 或偷跑的習慣 常常會被對方的手法所欺騙 一定是要看準對方擊球 那一剎那 我們 這一剎那 是我們 如果去配合他的擊球動作 非常重要一個關鍵 很多選手 很多球員 沒有把這一點做好 可是好的選手 你好好去看看錄影帶 好好去看看好的選手 在比賽當中 他們這一點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腳不好的人 非常的順暢 他跑起球來 為什麼那麼順暢 所以在平常我們在練習 球員在練習 你要訓練你的血眼在練習 訓練球員在練習 要特別注意到中間這個節奏感 很多人忽略掉這個節奏 包括在訓練的時候 很多教練都忽略掉這一點 我看了很多 看起來很簡單 是很簡單 你做會了就很簡單 就是你要配合對方擊球時間 跟你的準備動作 要配合得非常的好 剛剛好的時候 你跑起來腳步就非常的順 如果你的輕跳 準備在兩腳尖的這個動作 做得不好 打幾球來就是不太順暢 那你的腳步就是要好好練 一定要配合球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我們平常在訓練學生的時候 在訓練的時候很重要一點 要求每一個學生在打長球回味 不管切球回味打長球回味 或挑球回味 所以你回味動作 不要忘了把腳步這個節奏感練好 平常 如果你今天不要求這個 比賽才要求來不及的 一下腿沒力 一下又節奏感不好 因為節奏很不好 你要浪費一倍的力量在打球 至少要浪費一倍的力量在打球 我大概示範一下這個動作 我簡單做 譬如說你的節奏感 我們先打後場球 打起來打完回來 挑球 這個動作 回來中間 這個都是 我這一跳 你看 一跳我就做這個動作 跳了之後 不管我打球打完 回來中間 這個動作 一動作一做了之後 我就起步了 這叫所謂的節奏感 好 挑球動作 一般挑球我們就是 左腳 右腳 做挑球 做挑球 挑球有分為左邊 正拍挑球 反拍挑球 握拍來講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用食指發力握拍挑球 正拍挑球 反拍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一般很多初學者或是不太了解 反拍如果去發力 拇指用力怎麼用力 很多人打球 這個手腕軟的 這樣打球的 他也拇指壓著 可是他手腕是軟的 不對的 一般我們反拍 在教的時候 要注意到什麼叫力碗 碗力起來發力 力碗 你看 不管我們打平球是這樣 碗是有點力碗 反拍 一般你看 有人在打是這樣打球 不是這樣打球的 我們的全心是朝前的 全心朝前 力碗 如果你今天打平球是這樣 由後往前平打 如果你今天挑球怎麼挑 挑球是由下往上 把手肘抬起來往上挑 手肘是一個中心點 平的時候我們都抬平 如果今天我打挑球 由下往上 把手肘抬起來往上挑 如果今天你是打反拍 因為小朋友現在來講 國小來 國小小朋友不要去教反拍長球 你可以教反拍 切球過度球可以做 長球千萬不要做 因為小孩子手背力量不夠 如果硬打反拍長球 會把手背拉傷 所以一般小孩子都是希望 要求他們又 繞頭來打球 所以反拍來講 力碗這個動作 注意到力碗 以前我剛開始也不懂 什麼叫力碗 力碗發力 挑球我們由下往上 力碗你看 打上去 有沒有這個手腕 始終是保持這個角度的 你這樣才發得出力 如果手腕在打球是軟的 這樣用力是用不了的 包括你以後打長球 也是打不了的 快上來 他這個球過來的球 他的球就有點會 會有旋轉的動作 快 這這麼高的球 他打球 你又能夠打到 能夠打到讓球會旋轉 這種小球就屬於比較好的 比較攻擊性的小球 一般來講 我們小球分為兩種 左右 步伐我們從中間上網也是兩步 一樣是兩步上網 你要看你的位置 是能夠在哪個點來打球 如果在很高點 我們可以做 作為戳球 讓球來旋轉 如果說今天 球離網很遠 比如我們在這裡打球 這種球你要旋轉也不容易 對於這個交換步做的不好 擊球交換步做的不好 我們退後你看 退一二 一般我們在練腳步 不需要跑到底線來 我認為不需要練習跑到底線 你要訓練選手能夠做空中交換步 節省跑步的時間 就可以擊到球 比如我這樣退後 你看 從中間退後 一二 在空中交換步打球 回中間 準備 有沒有 退後一二 空中交換步打球 回來中間 準備 在空中交換步 我再做一下 這邊做一下示範 你看這樣推後 一二 空中交換步 從右腳中心轉為左腳 這個動作一定要好好訓練 退後 那推這邊也是可以做 你看 退後 一二 停起來打 回來中間 那上往 一二 兩步 回來中間 回來 這樣 一二 兩步回來 右邊怎麼做 右邊我們 小墊步回來 也可以做小墊步回來 衛仁方 印尼彈打衛仁方 那時候他也打過奧運冠軍 我就在看他練習 他怎麼會練習動作跟我以前的 我以前所認知的 腳步是不一樣 他怎麼練呢 我看他練動作是練 練這樣子 他怎麼會 左腳出來就在 都只有練這個動作 到最後才發覺 原來他這個動作是在練習 接殺球動作 我想很多 很多人可能也不了解 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動作 左邊是 啪 左腳出來 單打選手 有時候單打選手 要注意到這一點 對這個 檢佑修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有沒有學過這個 有 對不對 有吧 以前很早以前都不知道 對不對 到最後 真的現在很多國外的 帶給我們一些新的觀念 左邊的接殺球 不需要 來不及讓你轉身 因為球太快了 太快了 包括現在很多教練 還不知道這一點 就是說 接殺球 兩邊的時候 只有能一步 準備動作 起跳 啪 一個 箭步就過去了 一個步伐 啪 右腳出來 這樣就已經可以救到球了 有沒有看到 兩邊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動作 然後左邊也是一樣 你看 不需要轉身 轉身來不及 已經來不及了 就用殺球過來 我們就 左腳跳出來 這樣你看 身體出來 然後手出來 接這個殺球 這樣子 你回味很快 很多人都把 長球回中間 切球回中間的腳步 腳完全一模一樣 怎麼會一模一樣呢 怎麼會 我現在講怎麼會 長球它過去時間 大概 我講大概是一秒鐘 切球大概是0.67秒 或是0.5秒就到前面了 那你腳步怎麼會 會跑一樣 如果跑一樣 表示你節奏不好 一般我們切完球 腳步跟長球不太一樣 比如我們長球打完是 長球打完有兩種回來方式 長球打完有跨兩步回來 這是一個方式 也有人打長球打完 因為球長球打得很快 他做兩個 兩個電步回來 可是這個就是在 你在攻擊性的長球的時候 因為你怕他隨時 隨時打過來 所以你步伐的 應變 電步應變比較快 所以他做兩個電步 或是做一個電步 一般長球我們回來 我們基本動作就是兩步 電步準備 對 如果做切球 注意到切球 退後兩步之後 切完球做 電步 切球不能做跨步回來 做跨步 節奏感覺完全不對了 切完球回味 要做電步回味 不要把它交成 跟長球回味 跟切球回味都一樣 是完全不同的 跟小球回味 跟挑球回味是不同的 準備動作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他的 對方擊球時間 過來時間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切完球 注意到切完球 回中間 電步 對方如果打前面 我們就馬上兩步 來打球 如果切完球 對方打後面 我們再退後 一、二 切 這個動作 有沒有 切完 切完球 切完電步 如果起來 我們再做退後切球 如果球在前面 就上兩步 這步伐 有所不太一樣 切球回中間 長球回中間 步伐是不同的 我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 不要把步伐完全都搞成一樣 搞成一樣 節奏感就通通不一樣了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 往前的小球回來 跟挑球回來 有什麼不同 是有不同啊 比我們往前的挑球 往前的挑球 你看我們挑球 一、二 挑球 回味我們是回到中間 對不對 準備對不對 那我們往前小球 回味怎麼回味 上來小球完了 是電不回來 小球完 是電 為什麼要電回來 因為小球過來的球 他回球時間非常短 你不能說 打了之後 你回到中間 他已經回 球已經落地了 你還剛好回到中間來 小球完 回味準備的動作 是電不 對方再打上來 我們再上 如果對方打後面 我們再拉後面來跑 小球回味 也是做電不 切球回味 這樣好好記憶點 你們看 打往前球都要做電不 切完球 你往前電不 對不對 打完小球 你往後電不 打切球 你往前電不 打完小球 往後電不 往後電不 我出來做準備下一個腳步應用 往前小球 我認為是 小球完了 做一個電不 對不對 電不完了 退後 退後兩步三步 依我們來講 這退後我都是 三步就可以跑到後面來了 從前面到後面 小球完 三步就可以到後面來了 步法的應用 應用來講 來我叫小朋友做一下 切球放小球的動作給你們看 來 你再跑一下 切球小球 自己跑一下 切球上網小球 電不 電回去 那你 你往前 小球完了要先做一下 電不再跑 來 我做 你看他做一下小球動作 好 好 電不 兩步就可以上來 好 退後 小球電一下 你看 看他這麼小的小朋友 你看他做一個電步之後 兩步就可以上到往前 沒問題喔 你看這麼有底線 電 你看 兩步上來 好來現在打不固定 不固定 你看一下腳步的動作 小球來做電步 你看他小球來做電步 做電步的節奏感才會好喔 好 有沒有看到 小球來做電步做得不錯喔 你看他這麼小的 這麼小的小孩子 他切完球做電步 兩步都可以上到網了 長球切球小球挑球 這四個動作的腳步 應用配合 是單打選手裡面 最重要的四個腳步 四個動作 其他你就殺球 這些只是 到最後 是一個應用 就像 這次我看 我在那個 前幾個排名賽 我看 簡宥修跟那個誰 跟陳鋒在比賽 一場球裡面 陳鋒比賽下來 也沒殺幾個球 可是對方他的 長球切球拉球 這個點打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點打得很開 一場球不用殺幾個球 就贏了 所以單打選手裡面 這四個動作 你的球的控球能力 你的腳步協調性 要做得非常好 訓練得很好 你自然你單打 就可以打得很好 平常訓練要求質量不好 比賽一天一場兩場 你的肌力 你的耐力就頂不住了 為什麼 平常訓練的時候 跑動太少 跑動的那個強度質量 練習不夠 打球的質量練習不夠 所以比賽 你只要一到激烈點 因為你比賽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自己最好的速度 最好的體能 最好的情況 發揮出來 每個人都一樣 那為什麼平常在練習 你沒辦法用這種心態去練習呢 為什麼每天練兩三個鐘頭 四個鐘頭 比賽還會打一兩場之後 就變成腰痠背痛 這問題在哪 問題在平常我們訓練的質量 確實很不好 很多球員自己 我們心自問 自己平常訓練有沒有 很好好的 好好的用心練習呢 質量我們練得夠多 因為練得不夠多 比賽一兩場 手臂痠啊 這邊大腿痠啊 腰痠啊 為什麼 比賽才大概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左右就結束了 可是平常練球 我們可以練好幾個鐘頭 這個就是平常練球的 我們的所謂 要求質量不夠 不管是球員 不管教練 這方面的大家都要 好好的去要求自我 那這樣的我們水平 自然一天一天的 很快就提升了 沒有不好意思 因為是我自己的個人 他這樣 不好意思 請問你是剛剛 做完這個動作嗎 被幾大啦 被被被被動幾大 被動來不及 被到這個 如果我是左手 然後我做左手 當你是被動的時候 你說再往前嗎 對 你這邊做完以後 當你做完之後 你是一步兩步 這一步再做這一步 然後再變電步的上去 因為他 他回來了時候 這一步回來 準備 為什麼不要變這樣子 因為 以防對方在推銀這個 那你在這邊打的時候 一步過來以後 你可以看 他這次球已經出來 你可以這樣再做 不過這是一個層次比較高的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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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一個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站這樣之後 層次 層次 很好很好 歡迎 對 我想 層次 贏 我們 這裡